原来这一题,请你尽量做的越接近越好 如果不接近的话,没关系,你就是把它Ctrl-Olt-Z 就是让它可以再做一次 比如说像这个效果你觉得不像,那你就可以 把它复原,然后再重新再拉一下,反正尽可能做的 跟这个越接近越好 最好是一模一样 那第二个的话呢,请各位 再做个变化题 哪些可以变化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尺寸不一定是800x600 你可以看看其他尺寸 那第二个是说里面的,主要是配合什么? 配合里面这张图 那里面这张图你想放什么? 这边是放鸭子,对不对? 你也可以放一只什么? 放一个宠物 你喜欢,比如你家里养狗 有什么狗的照片 或者是什么猪类的 或者是放一只其他的动物 那或者是你放你的大头罩 也OK 反正就放一个其他的图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呢 中间这个地方不要放个鸭 然后你可以放其他字 然后渐程的效果 不见得一定要是零行的 你也可以是用那个其他的效果 然后其他的这些都可以变化 然后把它变出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由各位自己决定 比如说你今天呢 可以找什么? 不一定找鸭啦 现在流行什么宠物啊? 熊吗? 最近不是是不是什么? 台中公园有个熊 对不对? 所以在找泰迪熊 那你可以找那个泰迪熊 对不对? 所以呢,做法上面 当然你可以找一个 假设 泰迪 泰迪 有没有泰迪熊 有嘛 OK 这样可爱吗? 好 可爱啊 好,那如果说像这一张 它这边有一个尺寸好了 比如说我找一张 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这一张图 按右键 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对不对 复制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贴到哪里呢? 贴到一个新的影像 也就是说你这边的话 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定存新档 再拖拉进来 比如这一张 我把它另存新档好了 我把它另存 影像尾 然后把它放哪里呢? 假设放在桌面上面 这一张图看 你要不要改那个档名 比如说这个叫泰迪熊 或者简称叫熊好了 不是这个熊 OK 好,那再来怎么放到Photoshop 这把它存档一下 OK 然后再来的话 已经把它下载下来 你可以透过一样 拖拉的方式 就是这张图 它在桌面上 这张有个熊 拖拉到上面 放开 熊就过来了 他问你说保留 是不是保留 保留 按确定 好,熊就过来 那这张图 感觉好像尺寸 1000乘1000 是不是太大 太大了吧 如果你1000乘1000 刚刚我们那张鸭子是多少 没有,不对 200 对,200 因为200才会四个嘛 OK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尺寸先缩小 影像里面呢 有没有 影像尺寸嘛 1000太大 那你可以改200 可以啊 但是这个尺寸不一定 一定要是200 你自己可以调整一下 没关系 好 那所以这张是不是就200 乘200了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 编辑成图样 这边不是一个什么 定义图样 熊就出来了 OK 那但是底色是白色 如果你底色不要白色 你也可以填别的颜色 那再来怎么样 你也可以再去开一个 新一个档案 这个叫什么 泰迪熊之类的 然后尺寸的话 反正能够被200 整除就可以了 1000可不可以 也可以嘛 比如说1000乘1000好了 OK按确定 那可不可以填上去 编辑填满 把那个熊给填过来 熊 熊就填过来 有没有 这样 中间你再打一个熊 打熊字 然后再把它放大 然后再去做一个建成色 大概就是这样 OK 所以请各位做一下 后面应该自己发挥创意 反正变化了很多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 像耶诞节快道的嘛 那你是不是里面可以放个什么 放个那个 跟耶诞节有关系 铃铛还是什么东西 OK 然后变化一下 也可以变一个卡片 OK 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就是说 做这个104题 还有104题的变化题 OK 就两题 今天大概这两题 想应该就很够 主要是让各位熟悉 那个Photoshop的操作 实际上网路上面 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东西 都是你的素材来源 不过特别注意 那个素材来源 有时候用的时候 如果你要用在商业上面 比如说网拍 会有盈利的部分 要注意一下智慧财产权权 我在之前好像也有人 就是任意的找到网路上的图 就把人家图倒过来 好像有被告的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那等一下的话 今天大概至少就是两题 104跟104变化题 OK